蘭嶼海港邊房子整個倒塌面目全非 路上滿地都是建材 甚至鐵皮屋也被吹得支離破碎 目前蘭嶼這邊的災情特別嚴重 幾十年來好像最強的一次 我的記憶中 整個島上也都停變 停水 現在都沒有水喝 小雪颱風輕行蘭嶼帶來超過17級的強陣風 開車四處繞一繞就能看見鐵皮威力被吹落在路上 往海邊一看港口一片狼藉 超過九成的船隻沉默或消失不見 強風也讓路邊一輛貨車被整個吹翻橫躺在一旁 我的二樓變得好漂亮喔 因為天窗整個損毀了 整片窗戶掉落下來四處都是玻璃碎片 因為風時代太大了 連民眾家中厚重的玻璃門也被吹開摔碎在地上 風風逃雨導致蘭嶼中學受損嚴重 不僅教室門窗被整片吹走 連天花板也都掉落下來 整個教室就像廢墟 長風夾雜的雨 然後灌到各個建築物空間 那有一些建築物空間像校長室總務處 都功能會議是整個大門都被吹掉 連窗框都被吹走了 十多位民眾相互合作 將沉重的建材搬運起來 小圈颱風肆虐的蘭嶼島上滿目瘡移 居民如何重建家園也成為一大問題 三天新聞王浩遠 黃聖傑 台東傳媒報導